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发展汇集世界 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 解决全球性挑战贡献的右移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目的就是要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聚焦发展问题 加强国际发展合作 这里是地处欧洲东南部的克罗地亚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佩列沙瓷大桥 于2022年7月26号通车 这座长2440米 宽22.5米的公路斜达桥 实现了克罗地亚连接南北领土的夙愿 这是一个超级的天 我们等于这一年和一年 2018年1月 由中国陆桥公司牵头的中国企业联合体 成功中标配列沙瓷跨海大桥 及其连接线一期工程项目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马托亲眼见证了大桥 从无到有 位于地中海之滨的比雷埃斯港 简称比港 是希腊最大的港口 也是欧洲十大集装箱码头之一 十多年前 因欧洲债务危机 希腊经济受到极大冲击 比港也经营惨淡 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认为 希腊不具有投资价值 然而中国企业仍大胆向 希腊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 随着中企的进入 比雷埃斯港逐渐焕发了生机 自2008年中企获得 比港两个码头的特许经营权至今 经过多年努力 比港终于扭亏为盈 吞吞能力不断增长 一跃成为地中海第一大港 集装箱吞吞量在世界排名中 从2010年的第93位 大幅提升到2020年的第26位 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 集装箱港口之一 如今依托比港中原海运 开通了从比港发往中东欧的 专列运输中欧陆海快线 货运时间比传统路线 缩短7至10天 在非洲 由中国企业呈建的 肯尼亚蒙内铁路 已经安全运营了5个年头 中国企业来到肯尼亚 不仅把铁路留在了那里 也把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带给了肯尼亚人民 如果说肯尼亚是东非的枢纽 那么蒙内铁路就是中国技术 和中国标准 走进东非的枢纽站 受俄乌冲突外溢和40年不遇干旱的影响 非洲多国出现粮食危机 这让小麦高度依赖进口的肯尼亚 也加大了从其他国家进口粮食 这个时候本来是语出淡季 但为了保障粮食安全 蒙内铁路货运量出现了淡季不淡的情况 2021年12月中老铁路正式通车 中老铁路是老挝首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铁路 不仅改善了老挝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 还有效打通了老挝的经济动脉 带动了老挝的经济发展 旅游业是老挝的支柱产业 每年为老挝贡献约40%的GDP 至2022年10月3号 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739万人次 有效促进了老挝旅游业的发展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没有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 面向未来我们将继续把自身发展 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当中 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同各国人民携手并肩 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不断前行 好 我们看到连日来 中国是现代化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热词 那一些外媒就感叹说 中国是现代化 打破了西方的垄断 为世界发展带来基于 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发言人华春莹 日前在推特发布的这张信息图 引发关注 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WDI数据库测算 2013年至2021年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 达到38.6% 超过七国集团 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 据瑞士阿尔高报网站报道 在十年内 中国已成功从世界工厂发展为 先进技术领导者 报道称 根据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所 2019年的一项研究 中国在量子研究领域的投入 至少是美国的十倍 在人工智能领域 中国注册的专利数量 是美国的数倍 法国回声报网站刊登题为 中国赶超西方的尖端行业的文章称 中国诞生了第一架国产大飞机 即中国商飞公司的C919客机 中国由此加入了这个迄今为止 仅限于美国和欧洲的客机制造俱乐部 该俱乐部具有很强的竞争性 且要求极高 文章表示 中国如今已经是核电的第一大倡导者 据世界核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报告 中国共有54台载运核电机组 仅次于美国和法国 但中国的行业活力是无可置疑的 核电机组数量20年间增加了约10倍 此外 根据美国电子商务市场研究公司的数据 美国的电子商务约占其零售业的15% 而在欧洲是13% 相比之下 中国的这一数字远高于欧美 十年之间 中国网络平台发展迅猛 在中国一切都可以在手机上进行 黎巴嫩摇篮新闻网站发表题为 和平的现代化 中国给全球南方的启示的文章称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 通往现代化的地缘经济路径也不一而足 但对全球南方来说 真正重要的是 中国的例子完全打破了 西方对现代化实践和理论的垄断 欧洲时报表示 在这个地球上 平均每分钟有7300多万元人民币的货物 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吞吐 平均每天有40多列火车 在中国与约200个欧洲城市间穿梭 从门类齐全的世界工厂 到商机无限的世界市场 中国是现代化发展 汇集全球 经济学者表示 近年来 中国已被证明是全球经济增长 最重要的驱动力 互联互通的世界 从中国的稳定增长中受益匪浅 我们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 距离卡塔尔世界杯开幕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目前全部32支球队 都已经完成了酒店的预定工作 我们来看相关内容 卡塔尔世界杯将于2022年11月20号开幕 据卡塔尔电视台报道 目前参加本次世界杯的32支球队 已经全部完成了酒店的预定 世界杯不同于奥运会 并没有统一的运动员村 球员入住酒店 都是球队方面自己的选择 半岛电视台报道 三山二支球队中 有24支球队 选择在首都多花市中心 半径10公里范围内入住 除了参赛球队主办方预计将有120万国际游客 来到这个1.1万平方公里的中东国家 面对蜂拥而至的游客 卡塔尔将动员酒店 公寓 露营地 学校 甚至游轮 据悉 卡塔尔方面不久前 又租用了第三艘拥有1075个舱位的大游轮 作为浮动酒店停靠在多哈港 向世界杯期间的游客提供服务 费用为每晚最低470美元 在防疫方面 卡塔尔规定所有6岁及以上游客 必须在出发前48小时内进行新冠核酸检测 或持有抵达前24小时内进行的 快速抗原检测阴性结果 且该结果必须来自官方医疗中心 此外 18岁及以上游客 还需要下载专门用于追踪密切接触者的手机应用 所有游客必须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佩戴口罩 阳性人员需接受隔离 据外媒报道 本届世界杯比赛场馆耗资65亿美元 为连接场馆而打造的无人驾驶地铁系统 造价360亿美元 而过去10年 卡塔尔为世界杯投入的基础建设 总开支为3000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这届世界杯还有很多中国元素 其中主场馆卢塞尔体育场由中国企业成建 该体育场每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北 约15公里处 外观以椰枣碗和发廊灯笼为设计灵感 拟合出碗形湖面 展现建筑之美 总建筑面积达19万平方米 可容纳9万2000多名观众 将承担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闭幕式决赛等重要活动和赛事 这也是中国企业首次以主承包商身份 呈建的世界杯主场馆 是全世界同类型中跨度最大 最复杂的锁膜结构体系建筑 也是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建造的 规模最大容纳人数最多的专业场馆 卡塔尔属于热带沙漠气候 境内没有完整的河流和永久性湖泊 年均降水量仅有100毫米左右 被称为水比油贵的国家 为了增强饮用水的储水和供水能力 同时为2022年世界杯提供清洁水源 该国在沙漠中修建了15个 全世界最大的饮用水水池 该项目即海水淡化 蓄水 输水 配水等工程于一体 于2015年4月正式启动 需要在全国五处地点建设 15座超大型蓄水池 每座蓄水池长300米 宽150米 高12米 大约相当于9个足球场的面积 单体容量50万立方米 经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 世界最大饮用水水池 这些水池通过总长度 超过600公里的管线连接在一起 横跨卡塔尔大半国土 项目的南端部分 就是由中国能建 葛州霸集团负责施工建造的 我身后就是一个大型的蓄水池 它可以满足200万人一天的用水 在沙漠深处修建这样一个 大型的工程 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该项目对施工技术 要求严苛 但中国企业凭借硬实力 在招标中击败来自 全世界的诸多同行 成为五家中标企业之一 这是最优秀的 最优秀的建议 这是最优秀的建议 最优秀的建议 那据卡塔尔官方估计 本届世界杯期间 将有上百万球迷 从世界各地涌入当地 球迷的住宿问题 成为了东道主面临的 主要挑战之一 卡塔尔世界杯将于 今年11月20号到12月18号举办 期间预计有120万人次 球迷到访卡塔尔 为保证房源充足 东道主在首都多哈附近 建造了专门的球迷村 同时还鼓励当地居民 为球迷提供民宿 近日 组委会信息满满地表示 卡塔尔将为世界杯 提供多达13万个房间 此外 住宿费用 也是球迷最关心的问题 据悉 官方住宿预定网站上 最低的房间报价 是每晚80美元 约合人民币580元 但贾比尔表示 官方无法控制 类似民宿这样 私营部门的房价 有报道称 在房屋租赁平台 爱比营上 眼下单间客房的报价 几乎都不低于 每晚200美元 约合人民币1450元 也有球迷另辟他境 选择住在卡塔尔周边国家 世界杯期间 阿联酋 沙特 科威特等国 都显著增加了 往返卡塔尔的航班数量 例如 距离多哈飞行时间 不到一小时的迪拜 每天将运营近50架次航班 运送球迷往返迪拜与多哈 单程票价258美元起 约合人民币1870元 才要关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新动向 看到两国22号共同签署新的 共同安全宣言加强防卫合作 对此 中国外交部表示 亚太地区不需要鼓动新冷战的小圈子 22号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澳大利亚总理 阿尔巴内塞举行会谈 并在时隔15年之后发表了 两国新的共同安全宣言 该宣言将成为未来十年 日澳安保防卫合作的指南 21号至23号 岸田文雄对澳大利亚进行了访问 这也是他就任首相后对该国的首访 访问期间 他与阿尔巴内塞 于22号在澳西部城市珀斯 发表了新安全保障宣言 宣言称 对于影响两国主权 和地区安全利益的紧急事态 双方将相互磋商并讨论应对措施 并提出 为实现所谓自由开放的 印度太平洋 两国将合作遏制侵略 并对抗经济施压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宣言还呼吁日澳在太空网络 和地区能力建设领域加强合作 情报共享也将扩大 此外 日澳还就澳方向日本 稳定供应液化天然气的重要性 达成共识 美联社称 这是日本与除美国之外的 第一个国家签署类似宣言 此前 岸田文雄2022年1月 与澳前总理莫里森签署了 互惠转入协定 该协定简化了澳国防军 与日本自卫队在联合演习等行动中 进入对方国家的程序 对于日澳签署相关安全协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 亚太地区不需要军事集团 更不需要挑动阵营对抗 鼓动新冷战的小圈子 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 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而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亚太地区不需要军事集团 更不需要挑动阵营对抗 鼓动新冷战的小圈子 任何损害本地区和平稳定 破坏本地区团结合作的行径 都将遭到地区人民的警惕和共同反对 24号是联合国日 在24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祝贺联合国成立77周年 表示中方始终维护联合国 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首先我们对联合国成立77周年表示祝贺 作为世界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 权威性的政府兼国际组织 联合国坚持推进多边主义 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汪文斌表示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和国际军控裁军防扩散进程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累计派出5万多人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国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已加入几乎所有普遍性 政府兼国际组织和600多项 国际公约级修正案 推动达成巴黎协定 宣布双态目标 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 为应对全球性挑战 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始终捍卫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始终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 中方主张各国都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来看据隶属于伊朗石油部的沙纳通讯社 23号报道称伊朗与俄罗斯已签署了 向俄罗斯出口40台伊朗产波轮机的合同 报道员以伊朗天然气工程与开发公司负责人 诺沙迪的话说 尽管美国对伊朗实施了严厉制裁 但伊朗仍有能力独立生产85%的 国内天然气工业所需设备 正是这种能力使伊朗能与俄罗斯签署出口合同 但诺沙迪没有透露合同签署的时间 以及这批涡轮机交付俄方的具体时间 诺沙迪还指出 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旨在将俄方排除在天然气市场之外 另据金与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这一合同签署之际 美国及其盟友正通过制裁 打击俄罗斯与其西方设备供应商之间的产业联系 报道称 在近年早些时候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因涡轮机维修相关的技术问题 减少了借由北溪一管道向欧洲输送的天然气 该公司当时称 一台最初应由德国西门子公司 供应给俄罗斯的涡轮机 被滞留在了加拿大 虽然德国方面最终设法把它拿回来 但它从未运到俄罗斯 报道还指出 俄罗斯与伊朗近期正在扩大双方的经济合作 今年7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 这份文件涵盖伊朗多个油气田的开发 协议总额约400亿美元 7月底伊朗中央银行宣布 德黑兰证券交易所已经启动伊朗 里亚尔对俄罗斯卢布的交易 另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 大约一个月后 两国将在双边贸易的其他领域 使用本国货币进行交易 伊朗近日还表示 计划增加从俄罗斯进口粮食 好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素揽 哈萨克斯坦10月25号即将迎来国庆日 22号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在表彰大会上 向徒手爬高楼救女童的市民 授予国家荣誉勋章 以表彰该男子英勇无畏的举动 今年5月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 一名女童掉在住宅楼八层的阳台外 一名男子在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徒手爬楼成功将女孩救下 日前 一名泰国摩迪斯基 扛现金买金式的视频 引来泰国网友的点赞 视频中 该男子带着约20万泰铢 约合人民币3.8万元的现金 到金店买金式 工作人员用了两个小时才清点完毕 该男子说 这些钱是他工作一年攒下来的 他用这些钱给母亲买了金手链和金戒指 许多网友都对男子的勤俭孝顺表示称赞 23号日本多地天气晴朗秋高气爽 随处可见人们享受秋日的景象 钢山县金山市当天早上出现了云海美景 让前来爬山的游客可以将美景尽收眼底 在静岗县富士市 孩子们在茂盛的芒草迷宫内玩得不亦乐乎 东京还举办了秋季特别活动 东京大茶会 在秋日晴空下 人们与茶道老师在户外一同品茶 十分惬意 在韩国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婚礼的新人们 正在重新开始筹备婚礼 但由于物价大幅上涨 不仅是参费 连礼堂的租赁费和鲜花费用也是大幅上涨 此外 即使是同样的场地 根据不同的时间段 租赁费也千差万别 高昂的婚礼费用加重了新人们的负担 近来 澳大利亚餐饮业 加收周末服务费现象加剧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3号报道 有些餐馆以前只有周日才收服务费 现在周六也要收 服务费金额也越来越高 导致消费者周末的餐饮成本也随之增加 餐饮业人士表示 通胀背景下材料人工都在涨价 餐饮业为留住消费者 通常不敢直接提高菜单价格 只能加收服务费 据联合早报23号报道 为了遏制糖尿病患病率上升的趋势 新加坡一些饮料品牌 已经开始在包装上印上营养等级标签 新加坡政府此前曾宣布 从2022年12月30号起 所有在本地销售的饮料 必须在包装上著名 A B C或D的营养等级标签 列明饮料含糖分和饱和脂肪百分比 此外 2023年底开始 新加坡将禁止高糖和高反式脂肪酸饮料 进行广告宣传 好 您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 点击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下回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